说到天安门的时候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它对我们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是我们国家建筑的代表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不过在近段时间有很多小伙伴都感到非常的疑惑 就提出了一个疑问 历在天安门前500多年的柱子到底有何作用呢 很多网友看完之后连连表示古人真的是好聪明 据了解历在天安门前的柱子叫做华表 两对柱子的重量能够达到20吨 主要是由柱头柱身基座三部分组成 在天安门门前一共有两对 一对是指向窗外 一对是望向宫内 望向外面的柱子就代表着在古代的时候 皇帝应该观察一下四周 好好地体验一下百姓的生活 看到百姓的难处 及时想出办法解决 让百姓过上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的生活 就算是在现在我们也应该铭记 相信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 这个华表在我们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能够起到装饰的效果 让整个城市变得更加美丽 更加庄严 富有地位 还充分地表达出古人对于整个国家的期望 亲爱的小伙伴们 对于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呢 我们在这里面是一个 有了